84 香港《經濟日報》 中銀監測彈股票抵壓盤面斬倉 2015年7月10日要問A04A股近三週連續暴跌, 互心兩時超過1400間公司股票停牌比債。 德銀分析師表示,不少停牌公司的大股東用大量股票抵壓換得貸款, 除股價暴跌,如果這些股票不停牌,銀行會把股票抵壓盤強行平倉 這是大批股票停牌的原因之一, 而提供股權抵壓主力之一的商業銀行,面臨的風險不容忽視 中國銀監會逐天果斷出手, 允許銀行對已到期股票抵壓貸款與客戶重新確定期限, 令警報暫時解除,准調整平倉踩踏式風險書A 股部的直接造成股票缺乏流動性, 這已觸及股票抵壓當存性的核心。 監於此,中銀監表示,股票抵壓率低於合約規定的 允許商業銀行與客戶自行商定抵壓品調整。 市場人士表示,此舉有效舒緩銀行該項業務面臨的平倉壓力, 踩踏式風險有所減緩。 為股市二級風險控制較弱的銀行上了一堂風險貨, 協議處理方式避免了風險的集中釋放, 但銀行會對股票種類、壓品性質的要求會更加審慎。 路透社引述中金公司一名勸商分析詩稱, 今年以來,共有1110筆股權抵壓, 涉及911間公司,佔股上市公司三成左右。 據東方財富數據顯示,截至週二七日,收時, 自動結日至今,有192筆股權抵壓的股價跌幅超過40%。 市場擔心的最大的炸彈警報暫時解除了, 招商證券銀行業分析師肖立強指出, 中銀監環支持銀行主動與委託理財和信託投資客戶協商, 合理調整證券投資的風險預警背 這些均緩解了當下踩踏式風險。